最痛症气消化不良 国人每年因为肠胃消化问题 注意人数超过四百六十九万人 一年用掉三点六一颗的胃药 跌起来跟一千六百座台北一领一一样高 不过 常用慢腺胃药 习统加音定 药局缺货中 就连替代药品痛加音定也所剩不多 不过缺的胃药不止这款 包括软便剂 氧化美 为食道逆流用药 爱味逆服 以及没有替代用药的胃溃疡药品 泰克胃痛 通通没库存 菊部麻醉的成分 然后可以让胃痛比较快舒缓 目前缺货的情况 大概已经持续在半年左右 厂商目前都叫不到货 菊麻那个目前有两款 是有缺货的情形 但整体上是没有缺货 缺货潮平权 卫福部长薛瑞元 已经要求食药署规划成立缺药中心 再加上原有的缺药平台 卫福部次长王毕胜也认为 将会增加药物调赌方便性 大概有三五种味药都在缺货的状况 是比较少见 那药厂他们给我们的答复 就是他们还是优先会供给医院 所以目前来讲 我们优先厂商就是还是要 供应给药局一些货 他现在解锋 那整个看的人数 比以往来说有第一名在千几年还多 所以这个部分厂商来讲 那当然就会要增加一些药局 食药署出面 请药厂必须配发一定比例给药局 先解决眼前状况 卫福部次长王毕胜也已经为请 全国医师工会调查 全台缺药品项 包括抗生素 安萌西林 止痛药以锡安分等够一百三十一项 将加速完善药物库存量 与调配 让不管医院还是社区药局 都能用药无余 华新闻 冯志斗大宇台报道 哈喽 我是叶鸣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